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将目光聚焦在未来的A股走势上。 尤其是经过2024年这波波折起伏的行情之后,大家都在猜测,A股市场的下一步究竟会走向哪里。 对于2025年,市场的共识是牛市可能真的在路上了。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光大证券的最新报告,详细解析了他们对于明年A股市场走势的判断。 报告题目叫做政策风动,牛市在图。 那我们不妨一起来看看,这份报告到底是如何分析明年牛市的条件,以及相关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 牛市形成的必要条件,盈利改善还是预期回暖。 首先,光大证券给我们指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历史上牛市到底是怎样形成的。 我们通常都认为,牛市的出现必须要有经济增长、企业盈利回升这样的基本面条件。 但是历史数据却给了我们不同的答案。 从A股过去的几次牛市来看,盈利的改善的确是重要条件,但并不是唯一条件。 A股市场中,个人投资者的比重较大,市场上经常出现政策带动预期改善,进而带动股市上行的情况。 尤其是在2014年和2019年这两个时段,我们就看到了类似的模式。 对于A股投资者来说,往往并不需要基本面大幅改善,甚至盈利变化也不是主要因素。 只要市场上赚钱效应明显,大家普遍看好未来,那么资金就会不断涌入市场。 也就是说,预期改善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 在预期改善的过程中,市场的结构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例如,如果是机构主导的市场上涨,更多的偏好是基于盈利增长的行业, 而在个人投资者主导的情况下,市场则会偏向于高风险高收益的板块。 所以可以说,牛市的形成基本面和预期双轮驱动。 预期回暖是必要条件,而盈利改善是进一步推动的利好。 政策如何推动市场预期和赚钱效应? 接下来,光大证券指出,政策预期与资金的赚钱效应是2025年市场的核心变量。 我们可以看到,政策的引导作用非常重要,尤其是在A股市场中,政策常常成为行情的重要催化剂。 在短期内,2025年上半年政策方向将是市场关注的焦点。 比如说,经济政策方面,预计2025年整体会偏向宽松。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当前经济存在下行压力的情况下,政府会更加关注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 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今年第四季度以来,政策在多个方向上都表现出更大的放松力度。 特别是房地产和基建领域,政府已经在不断加码,以便提升市场活力。 这样的大环境背景下,未来一到两个季度,我们大概率会看到政策的效果逐步显现。 此外,金融政策预计也将会有周期性的宽松。 过去几年,我们看到金融政策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特征,比如说一轮宽松的政策出台,往往会带来市场的阶段性反弹。 2025年,这样的规律预计还会继续延续。 当前政府已经在推出一系列支持资本市场的政策措施,比如加大对长期资金入市的鼓励力度,支持并购重组等。 这些举措不仅能带来新增资金的流入,还能刺激投资者的信心。 因此,未来的几个月,我们可以关注资本市场方面的政策动向,尤其是一些放宽的监管政策,它们有可能成为下一阶段市场上行的重要催化剂。 市场回暖的潜在动力,居民资金活跃度提升。 在光大证券的报告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那就是居民资金的流入有望成为市场的重要增量。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都知道,中国股市里个人投资者的参与度相对较高。 因此,当股市开始出现明显的赚钱效应时,居民资金的活跃度就会大幅提升。 而且,政策对居民资产配置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 在过去的几年里,居民的储蓄率一直在走高,原因是对未来经济增长和个人收入的预期偏向保守。 但随着政策的宽松,这种趋势很可能会逐步扭转。 特别是房地产市场的吸引力有所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股票市场将成为居民资产配置的新方向。 历史数据显示,当房地产价格走弱时,居民存款更倾向于寻找新的投资机会,而股票市场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也就是说,只要股市能够保持相对的赚钱效应,就有可能吸引到更多的居民资金入市。 未来一旦政策持续放松,居民资产活化的潜力还会进一步释放股市有望迎来一波资金的持续流入,这也是对市场走牛的一个支撑。 投资主线,盈利修复与高风险偏好的双轮驱动。 在政策的推动下,光大证券认为2025年的市场风格可能会在均衡和成长之间摆动,这意味着在不同的市场阶段,投资者需要关注不同的行业和板块。 从盈利修复的角度来看,一些内需消费方向的行业,例如食品饮料、医药生物和社会服务等,有望成为重点关注的方向。 这些行业在政策支持下可能会迎来需求的提升,从而带动相关公司盈利的增长。 与此同时,高风险偏好品种也会是市场的另一条主线。 例如,在市场上涨的阶段,高贝塔行业的补涨机会值得关注,像是医药、食饮、基础化工和有色金属等,都是风险偏好较高的投资方向。 此外,像TMT均供这些高盈利预期的行业,以及一些政策支持的主题投资领域,如AI产业链和自主可控科技等,都可能是未来投资的重点。 也就是说,在2025年,投资的方向其实并不单一,既要关注那些受益于政策推动的消费类行业,也要把握高风险偏好品种的短期机会。 尤其是在政策对这些行业支持的情况下,这些高风险偏好行业的表现可能会更加突出。 我们再来谈谈海外资金的影响。 光大证券预计,2025年,海外资金将继续流入中国市场。 这里的逻辑很简单,全球降息周期下,中国市场的相对吸引力将提升。 过去一段时间,美联储一直在加息以应对通胀压力,但随着美国通胀逐步回落,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会进入宽松周期。 这样一来,外资对于新兴市场的配置比例可能会提升。 中国市场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的龙头,预计会是外资的主要目标之一。 不仅如此,近期人民币汇率的压力有所缓解,2025年有望进入上行区间。 这对于外资而言,人民币资产的汇率风险相对降低,使得他们对于中国资产的投资意愿进一步增强。 尤其是在当前A股市场整体估值不高的背景下,未来外资持续流入的趋势有望延续。 因此,在未来的牛市过程中,外资可能会成为非常重要的增量资金来源。 2025年牛市节奏与时间节点。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光大证券对2025年市场走势的节奏展望。 光大证券分析认为,未来的市场走势会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政策预期主导的上涨阶段,短期内市场交易可能围绕政策展开。 尤其是在政策利好不断释放的情况下,这种上涨可能会比较集中。 这个阶段,市场对政策的敏感度较高,特别是每一轮经济数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政策发布节点,都可能成为市场的关注焦点。 第二阶段,市场进入政策观察期和经济数据验证期。 也就是说,在经历了政策预期主导的阶段后,市场的关注点会转移到实际的经济数据和盈利的验证上。 通常来说,一季度末到二季度初,这种验证需求会比较强烈。 到那个时候,市场将开始关注盈利实际改善的情况,比如经济的真实修复进展,企业盈利能否达到预期等等。 这一阶段,市场走势可能会更加温和,但如果数据符合预期,那么这种上涨就会更为持久。 最后,让我们来做个总结。 在政策大环境宽松的背景下,光大证券认为,2025年A股牛市的机会是存在的,但也不能忽视其中的风险。 首先,政策落地的进展是否如预期,将直接影响市场的节奏。 如果政策推出力度不及预期,或者市场情绪没有有效恢复,牛市的进展可能会受到阻力。 此外,中美关系波动,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也会影响投资者的风险天好。 因此,投资者在布局牛市机会的同时,也需要留意这些潜在风险,做到理性分析,冷静判断。 总体来看,2025年是一个政策驱动,赚钱效应不断积累的年份。 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在这样的大趋势下,如何把握好自己的投资机会,是大家需要深思熟虑的关键。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为您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帮助您更好的规划明年的投资布局。 让我们拭目以待2025年的市场表现,也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收获满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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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